大家好,我来自老吴,我叫杨玛丽,思想是媳妇 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我说我弟弟的媳妇生孩子了 然后我给孩子包了两百块钱的红包 有很多讽刺和网友他们都说二百块钱太小了 然后有的人说叫我给五百,给一千,给两千,说什么都有 其实你们说的都很对,我自己也是想给很多 不过我自己的能力不能给二百 我在中国这边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想给多也拿不出来钱的 二百块钱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小 可是对我老吴人来说二百块钱也不少了 也是老吴人几天的工资才能挣到二百块钱 我呢是压到中国来,所以我才会给二百块钱 我两个姐姐呢在老吴,他们一分钱都不给 因为老吴没有这个习俗说生孩子了要给孩子包红包 所以老吴人一直以来都不会要给孩子包红包的 我呢给了二百块钱是很少,不过是我一点的心意 然后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弟弟,我有了三个弟弟 所以我不能给这个弟弟多,给那个弟弟少 每一个弟弟的习俘生孩子,我都会得给二百块钱 因为以前我大弟弟的习俘生孩子,我也是给了二百 所以这一次呢,三弟弟习俘生孩子,我也是给了二百 如果我给多了,也会影响我弟弟他们要生气 说,哎,为什么姐姐这一次给三弟弟这么多呢 我做一个姑姑和做弟弟的姐姐 我给他们的钱都是一样的 我不会的要偏心,给一个多给一个少 这个是最大的原因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在中国这边,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不能为了我弟弟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打过去 然后影响我在中国生活,我老公也生气,我也没有生活配用 现在在中国,我也是不能靠我自己哦 如果你们是我们村里的人,知道我们家里的条件 认识我们,那就知道了,我在中国这边是什么样的条件 我老公呢,在外面上班一个月六千块钱 可是现在,种族一起人想的,生意也不好做 所以,两个月,老板都是给老公发了三千块钱的工资 三千块钱呢,在中国这边,生活费挺高的 现在我的孩子也是喝奶粉 孩子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也是一千多了 所以,再加上我和我老公,我们一家三口 三千块钱,都不顾我们的生活费 然后,我婆婆呢,身体不好 动不动都要住院一次 我公公婆婆,现在她两个也没有什么输入 我在中国这边呢,有大有少有老 我们一大家人,光靠我老公一点的工资 所以,我想给多也拿不出来钱 我家到中国来呢,算是比老我好了一点 不过,我在中国家里的条件和其他的中国人比起来 我们家的条件还是很差 但是很小,有可能补牙的钱都不顾 不过,三百块钱就是我一点的心意给我妈 我妈,我也是很心疼,比谁都心疼的 可是,我现在的能力也不能给太多 给太多我也拿不出来 如果我一分钱不给我妈,那我的心疼放不下 我现在嫁到中国来太远了 我妈妈有瑕疵,也不能在她身边陪她 所以,我不能给她打一点钱 除了打钱,其他我都没有用了 我给我妈三百块钱 给孩子二百块钱 足够就是五百块钱 对一个有钱人来说,五百块钱 很小很小,都不算是钱 可是,对我现在的家庭条件来说呢 五百块钱也不少了 我老公都有三个月没有给我的生活费 因为她发的工资就是一半 所以,太小了没有办法要给我 她还在手机,现在每一个月都要还 所以,老公都没有给我的生活费 我呢,现在是做自媒体 所以,可以挣一点零花钱 我现在呢,都是用我拍视频的钱 不过,现在视频播放量也不高哦 大家也看到了,每个视频都是一万两万播放量 所以,这样子也挣钱的很小很小的 一天就是二十三十块钱 最多呢,就是五六十 一个月下来呢,就是一千块钱的工资 所以,我给我娘家打了五百块钱 就是我一半的工资了 有很多粉丝也知道,我有两个号 我以前呢,一天拍两个视频 一个号呢,一个月也挣一千块钱 两个号呢,就能挣两千块钱了 可是,从我怀孕了之后呢 我一天也坚持不了拍两个视频 我过能拍一个视频 我现在呢,也是一个人带孩子 每天做家务 肚里还有一个小宝宝 所以,我的身体输不了 我坚持不了一天两个视频 挣钱呢,是很重要 我也是很想挣钱哦 可是,不管怎么样 身体和孩子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呢,我选择好好照顾孩子 照顾自己 照顾肚里的小宝宝 等以后呢,我也是会得好好努力 把这媒体做下去 叫我能挣多一点钱 我现在呢,也准备了要带货 就是带我们本地的苹果 这几天呢,我们这里下游了太长时间了 所以,今天刚刚有太阳 很多种苹果的人家 今天都出现袋子了 过几天呢,我们的本地苹果就可以下来 我从来也没有带过货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辞职我 不过,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要走这一条路 我才可以挣到钱 像里面中国人干什么都可以挣钱 可是像我这个外国媳妇家来中国 没有中国路卡都不能上班 像我现在的家里的条件 婆婆不能带孩子 我要在家带孩子 然后肚里还有一个小宝宝 那处上班肯定没有人要的 所以我要努力拍视频带货 我要走这一条路 我才可以挣到钱 我会努力挣钱 为了我自己以后 有一个好的生活 我有钱了 我才有能力要帮助我的娘家 我才有能力要照顾好我的婆家 大家觉得我带货 有人支持我吗 看到我这个视频 有什么想说 在视频多多评论 谢谢观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